哈喽大家好,我是不知道是什么粉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兔尼斯的射角讲解 段位是大师 大师这段位讲道理 在我的心里早已经和战神没什么区别了 你把段位不要隐藏了 我都分不清这两者的区别 但是有意所以啊 看这位熊手的精卫感觉是个高端玩家 四指,而且精卫还不赢减 一大进点听到枪声了 那妈的这枪懂得嘛 算了你的高王身后被我剥夺了 等你打到好,我再把高王还给你 对我顶到一大进点了 自己也跟上 哇,这枪超帅的 二打一,哎,就有个人在屁股后面 开进那人跑了 现在上酒叫剪包 顺便看一眼那人是不是上酒叫了 顺势 这把看得出来他的意识和高王 什么东西 看得出来他的意识和枪法都在线 来看第二回合 拿个小帮手上G2 看VIP的动作有点迟疑啊 但好在地面VIP也没人 象征性的创一枪 哎,对面顶艳到了 还打死了个队友 现在看不到人,但脚底全是脚步 怎么办,现在在G2级的乱撞 好的,另外一个队友也没了 看到有一个上酒叫的声音 终于忍不住了 不说了兄弟们开冲 好叫,等队友死亡了就敢出来了是吧 这人还敢下来 回G2 看到VIP有个过点 队友在一道打了一个 但是被一道另外一个人补了 这把的战火全在一道啊 但他像个吉祥物似的 在G2每次都帮不到队友 来箱子这架一架 对面可能跑了 现在去A 一包一点心情都没有就敢拿刀跑 这么敢吗 复利门又把G抽 他好几箱都没抽到 还在抽 好马的G啊 对面不敢漏了 丢了个道具过来 去进点箱子 这是想要抓对面的人吗 不现实啊 时间不多了 走酒叫 想回去捡包 被炸死了 这个残局打得有点拖沓 但说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 他在G2两波都没帮到队友 每次都是队友死亡了 他才从G2出去 如果第一时间就能帮到队友 那可能也没这残局了 不过也没办法 他的副其实刀 一把刀怎么补枪呢 直到对面喜欢点一大 这把提前架着 有这调整的意识还是很好的 架了火 没人顶 上酒叫 对面是吧 改顶酒叫了 这一步的一换一 讲道理 不亏但也不撞 四打三 现在可以打A了 再顺势一个福利门的 不丢道具 直接飞 旁边就有上天了 现在自己血量也很危险 被摸一下就给P了 就看这一枪 漂亮 捡个包 最后个人在福利门 空了一枪 第二枪 nice 他是最后两个人打得多好极限呢 血量越低准度越高是吧 再来看这一回合 一旦有人前顶了 顺势 来一大进点 再顺势一个双股的 现在三打一 这还需要看吗 啊等等再看会 屁股的诱惑 至于帮手都能空 第二下中了 帮手的威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何况还是从后面来的 来看换边 顺便给你们测一下这个人的水 我感觉应该是美羊羊 开局第一时间丢一颗救了的雷 拿继续一大进点 雷炸死一个 继续顺死一个 哇操 没什么好处的 牛逼就往这了 上酒叫 发现酒叫没人 这一大怎么四个人啊 其他点不要了 家里见人了 马列枪 旁边那么多队友 真的顶上来不是找死吗 又马列枪 队友能不帮忙吗 队友怎么往复林门跑了呀 完了有内鬼 这都要开始拼刺刀了 好的队友终于来了 有点刺激 现在这四打二 说实话就没什么好看的 我用我腿毛王都能演 这点总结吧 今天这位选手 枪法还是很不错的 可以给到传奇T2的水平 意识就有点偏弱了 他的意识非常的 跟他枪法稳定 因为他整体的打法比较激劲 喜欢拿狙干长枪 甚至短生的活 信实点说 如果他枪法不好 敢这样打 那他就是一白给铁头王 但很显然他的枪法 可以驾驭做这种打法 最终意识 可以给到T2到T3的水平 好啦 那本期的水平就到这了 下一期视频见吧 拜拜